喂 119你好 喂 為了老半天對方就是不出聲 消防局勤務中心要接聽119來電 無聲電話還不算最困擾的 因為有女子天天都打 最高一天打了十通電話 根本講不清楚 要幹嘛 消防局一聽聲音 就認出是來電常客 嘉義一名女子從2021年12月 到今年8月份 先後撥打119電話高達一千五百多通 還會換五支不同門號的手機 幾乎都是深夜打119報案 就是因為她心情不好 想找人傾訴 112年的1月到9月 統計 其實也不只這名女子 讓消防局哭笑不得的情況多的是 也常有老先生或小嬰兒疑似播錯電話 其實消防局也有防待機制 遇到語言不通的小朋友或長輩報案 都會再回撥確認一次 就怕措施搶救時機 但亂打119萬一真的影響情誤 排擠到真的有需要的人 消防法今年已修法 罰則從1.5萬提高到最高罰5萬元 千萬別以聲釋法 TVBS新聞紀監亨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